14名调客和4名船员共乘一艘船出海 不料在弗洛交仪施米岛西部 大约9.4海里附近遭遇风浪吹袭 船只沉没 所见一艘脱网渔船经过将全员救起 如今他们已经安全上岸 没有大碍 击打和布里市海事执法机构主任 莫哈默找万辉指出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2点左右 当局接获失踪投报之后 动员了警察、消整局等等展开搜救 当局发现鱼桶、饼干桶以及软木等等 沉船漂浮物之后扩大搜救范围 最终在一艘脱网渔船中巡获了他们 消息指出这14名调客来自雪龙一带 他们是乘坐双层船艇 进行三天三夜的垂钓活动